哈喽 假期中的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经典有流传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李友谈 其实我是一个特要面子的主持人 所以我不会向你们要一键三连 这就是面子 人要面子你知道吗 这要活受罪 攀出啊 我还是想要面子 你别怪攀出说话比较直白 为了正答不了 你有没有 答不了 你如果没有的话 这要活受罪 我还是想要面子 但是又想让他们给我一键三连 可是我不好意思要呀 说 并说你那些大网红们 就是说专门玩这个电商 他也跟你的想法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这里的水很深 三连很多 你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你也没有那么多的丰富经验 来打这些事 你没有专业的团队 来要一键三连 那怎么办呢 说 看书的 为什么要面子 书就问你面子最多钱呢 我告诉你面子一分钱都不值 自己的直播剪 自己的地盘 自己收的算 自己玩的开心 玩的快乐 就完了 面子一分钱都不值 干嘛呀 找罪说 你现在涨了这么多的粉 把你说你脏粉 涨得挺快的 书告诉你 这么多人支持你 吃你的铁粉 铁鸡 我觉得 其实他们也是你的韭菜 也是你的一键三连 割就完了 药就完了 广告接一下钱就来了 书 我还是要面子 我告诉你 我都不戴过面子 什么面子 面子是国前面子 一点都不值钱 他们既然是你的粉丝 他们不会责备你 他们本身是应该信任你 但是也没想想 说白了 你 因为你年轻 你没有经验 你不懂 因为网络都会进 永远都虚拟的 他们告诉你 给你三连了 你信了 结果其实是点了 举报 拉黑彩 说你怎么这么浮黑呢 其实有很多朋友 都是一直默默地支持我的 难道做视频 一定要三连吗 他们遇到好的作品 和喜欢的博主 把三连投给他们 有什么不可能 三连也不一定非要给我啊 你是很有良心的 你是很有良心的 我看你天天也不快乐 你这个号也没啥流量 要不然八号给我吧 我来挣 让书来替你把握好不好 所以这个号就给我了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反正你喷书是为了挣W 重新站起来 我希望你重新站起来 说白了挣不挣钱 无所谓 我开心了 我快点了 你完了吗 我不希望你向我学习 是 是 谢谢潘叔 谢谢潘叔 要我的号 然后你现在难受不难受 难受 你放下包袱 放下包袱 把包袱放下 开心快乐地做你自己 加油吧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潘叔 帮他度过这个 帮他一定帮他度过 现在的危难的时候 我相信他会处理得好的 加油吧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谢谢潘叔 加油 拜拜 再见潘叔 谢谢啊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